贵州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吕洪一行三人 日前应邀造访盟事 受到市议员林达坚以及南加州桥界代表热烈欢迎 林达坚在记者会上表示 今年12月份他们也将组代表团回访贵州 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迎来了贵州省桥连主席吕洪女士 在今天的早上 她又来参观过我们的盟事事议会 跟我们的市长见过面 跟我们的经理 跟我们的发展局的局长 Michael Hanley经理Paul Talbert 还有警察局长都有过交流 今天我们在这里设五宴 热烈欢迎他们一行的三位 还有我们的办公室主任杨欣 还有钱平助理 他们这次来主要是要更加的深化 推动我们蒙特公园市跟贵州之间的友好交流 包括文化交流 经贸交流 教育上的交流 那更希望我们蒙事的居民能够去贵州去旅游 林主席的这个精心安排 那么使这个多彩贵州 就是使这个贵州啊 在这个洛杉矶得到了广为的这个宣传 因此这一次呢 我就是受我们省里面的这个委派 来感激 当时对我们这个多彩贵州演出 付出了很多辛勤的劳动 给予了我们这个热烈的欢迎的蒙特利公园市的 兰姆斯集团林议员这个林主席表示这个深深的谢意 另外呢 也对我们蒙市的这个侨胞 对这个贵州的这个喜爱 表示这个深深的谢意 而在去年10月份 蒙市和贵州省签订合作意向 计划让省内几所大学和南加州大学展开留学项目 这次的访问洛杉矶 已经和新来大学达成共识 另外出席欢迎参会的还包括了 前市长黄维刚刘达强 以及南加州侨团代表 天下卫视在洛杉矶采访报道